这是一部在国外获奖无数 却因剧情太过真实和黑暗 在国内惨遭紧迫的国产片 看完之后让人忍不住深感绝望 它就是讲述底层生活的安阳婴儿 故事发生在2000年的河南安阳 受到全国范围下岗超的影响 无数工人纷纷下岗事业 放言望去 萧瑟淒凉的街景上 等活干的下岗工人随处可见 眼前这个愁容满眠的男人名叫大纲 年仅40的她 如今还打着光棍 生活本就不富裕的她 下岗之后更是变得捉襟见肘举步为奸 她漫无目的走在大街上 希望能找到一份临时糊口的工作 但一连几天下来却都一无所获 一直到夜幕降临时分 机场碌碌的她来到一个面摊前 当她翻遍身上的口袋 才发现自己连一碗面钱都逃不出来了 回到家后 她一阵翻箱倒柜 却只找到了一堆工厂的饭票 加起来一共值34块钱 然而如今的她已经下岗 这些饭票对她来说就是一堆废纸 思索再三之后 她厚着脸皮找到了曾经的工友 希望能找他们换一点现金 借连敲响了几家工友的门 得到的回应却只有白眼和推脱 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极度的生存压力之下 人心的冷暖显得更加真实和残酷 最终在一位多年好友的帮助下 她总算换来了30块钱 拿到钱后 饿得头云年花的她 静止来到了刚才的面摊上 谁知她刚坐下 老板就把一个墙堡中的婴儿塞给了她 说是让她帮忙先抱一会 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老板的 而是有人故意丢在这里的起因 大刚低头一看 发现墙堡中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孩子母亲的联系方式 对方声称 如果有好心人愿意收养这个孩子 她可以每月提供200块钱的抚养费 看到这里大刚顿时心动了 200块钱对于囊中羞涩的她来说 简直是一笔救命钱 于是吃完面后 她当即询问老板要不要这个孩子 如果不要的话 她可以抱回家养 听到这里 本就不知该怎么办的老板 毫不犹豫就把孩子递给了她 对于五大三粗又没结过婚的大刚来说 照顾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刚一回家 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 原本安静的孩子突然开始哭闹起来 眼见家里冷过冷灶 一点吃的都没有 大刚只好给孩子冲了点糖水 但她的笨手笨脚 却让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大刚听得心烦一乱 不知所措之下 她干脆直接把孩子都在了床上 随后便无奈地坐到了一边 可想到那救命的二百块钱 她也只能因着头皮忍下去 第二天一早 大刚来到商店 用剩下为数不多的钱 给孩子买了一个奶瓶和一点奶粉 回家之后 充好奶粉便赶紧喂给孩子 等孩子吃饱停止了哭闹后 她便抱着孩子来到了公共电话前 按照纸条上的号码打了过去 很快 她与孩子的生母便约在了一家面馆见面 孩子的母亲看起来很是年轻 大半夜光鲜亮丽十分时髦的样子 坐下之后 女人点了两碗面 一大一小 一连几天都没吃饱饭的大刚 抱着孩子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看着大刚抱孩子的姿势 女人忍不住心疼地提醒她别抱那么紧 当得知大刚是个没结过婚的单身汉 女人似乎显得有些犹豫 她担心大刚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 由于急于得到那二百块钱 大刚脸盲沉默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孩子 看着大刚老实汗厚的模样 女人叹了口气答应了 吃完饭后 她便按照约定 从包里掏出了二百块钱 还不停叮嘱大刚 一定要记得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出了面馆之后 两人便分道扬镳 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去 通过女人的穿着和宴行 大刚其实已经大概猜到了女人的职业 女人名叫燕丽 是KTV的一名小姐 和大刚一样 也是个农村出生的苦命人 生活所迫之下 不得已走上了这条路 老家的父母瘫痪没有劳动力 弟弟又还在上学 全家人的生活重担 统统都压在燕丽一个人身上 白天她来到KTV上班 晚上又回到脏乱的机体宿舍 生活的重压之下 让她的脸上一只笼罩着一层阴语 尽管不得已从事着这样的工作 但燕丽却始终不愿承认 公交车上 她被流氓调戏 便会直接愤怒地骂回去 尽管她的生活 每天都少不了被人动手动脚 然而在这样不堪的生活背后 她却想尽可能维护自己为数不多的尊严 这天回到宿舍之后 疲惫的她先是洗了衣服 晾晒完毕后 便累得直接瘫倒在了床上 谁知刚想休息一会 手机却响了 老板随她去接客 燕丽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出了门 由于样貌出众 KTV里经常有人点名要她 黑老大周哥便是其中之一 而燕丽的孩子 其实正是周哥的 当初燕丽本以为有了孩子后 就可以摆脱这样堕落不堪的生活 谁知周哥却根本不打算负责 直接将她一脚踢开了 再次见到周哥 燕丽的眼中只有厌恶和愤怒 她一把将周哥腿翻在地 身边的小弟当即便拿出刀来 威胁她把赚的钱都交出来 想到家里的父母和念书的弟弟 燕丽选择了忍气吞声 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毁了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可生活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 孩子又怎么能健康长大 所以她才要很心把孩子送走 另一边 拿到钱之后的大缸 在家门口不远处的马路 编制了一个修车摊 又给孩子买了一些奶粉 白日里 她将奶粉充好装进暖瓶 然后把孩子放进篮子里 再提到修车摊旁边 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孩子 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 但至少可以勉强糊口了 然而夜深人静之时 大缸还是会难以入眠 朋友曾提起要给她介绍对象的事 大缸很是动心 毕竟她确实一直想有个女人 又有一个家 可如今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又有哪个女人能看上她 每晚入夜时分 听着隔壁夫妻的喘息声 大缸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思考了一夜之后 她决定把孩子还给燕丽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她便将燕丽约了出来 一见到孩子 燕丽就忍不住连忙接过来抱进怀里 原本嚎啕大哭的孩子 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 看着孩子在燕丽怀里安稳睡去的模样 大缸沉默两久后 终于鼓起勇气说 想要把孩子还给她 得知具体缘由之后 燕丽愣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跟大缸回了家 你叫啥名 你燕丽 这是他们第一次得知对方的名字 两个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 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里 以这样的方式依偎着相互取满 大缸劝燕丽 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了 可除了这个工作 燕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更何况 她身后还有父母和弟弟 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最终大缸提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 她让燕丽来自己家里住 这样一来 燕丽可以继续接客 还能天天看到孩子 看着身边憨厚老实的男人 燕丽答应了 就这样 他们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白日里 大缸带着孩子出去白摊 燕丽则在大街上揽客 随后再将客人带到家里 夜晚时分 三人就挤在一张床上 日子虽然过得艰苦又不光彩 但对于两个被生活逼到角落的边缘人 这样的生活也算是和谐安稳 他们的存在 也成了彼此生活里最大的慰藉 闲暇的时候 两人还会一起带着孩子上街 那时燕丽便会换上朴素的服装 他们看上去 就像是真正的一家三口那样 在这个临时组成的小家里 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但每当看到燕丽跟着客人上楼的时候 大缸还是会忍不住心中一阵酸涩 于是他便偷偷戳破客人的车胎 这样既能为自己招揽生意 也能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恨 而大缸所做的一切 燕丽其实全部看在眼里 在这个温柔敦厚的男人面前 他那颗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心 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救赎和抚慰 和大缸一样 他也无比渴望将来有一天 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 之后的日子 两人带着孩子一起去了庙里祈福 还去照相馆招了一张相 他们看上去 俨然就是一副幸福三口之家的模样 回到家后 燕丽跟大缸承诺 等他再攒下一些钱 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就不干了 到时候回来跟大缸好好过日子 怀抱着这样美好的冤枉 两人开始更加努力地赚钱养家 然而现实到底是残酷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彻底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这天 燕丽正像往常一样准备上楼接客 谁知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原来是孩子的生父周哥回来了 就在不久前 他被确诊了癌症晚期 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没有了当初黑帮大哥的气派 如今的他显得无比憔悴 周哥这次来是想要领回自己的孩子 也好给自己留个厚 想起当初所受的伤害 燕丽想都没想变冷漠地拒绝了 哪怕周哥再怎么讨好和求饶也没用 他甚至直接告诉周哥 孩子其实不是他的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弄错了 周哥听闻后忍不住恼羞成怒 为了保护燕丽 大缸联盟站了出来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他早已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而燕丽的温柔体贴 也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 他与周哥很快便挪打在一起 谁知情急之中 大缸竟不慎杀死了周哥 很快 他便被逮捕入狱判处了死刑 而他与燕丽刚刚起步的美好生活 就这样戛然而止 行刑之前 燕丽抱着孩子来到监狱探望大缸 大缸面色显得很是平静 他并不后悔自己的抉择 他还叮嘱燕丽 如果自己死了 不要再抛弃孩子了 这孩子留着 就当是他的后 从监狱出来之后 燕丽来到当初那家面馆 项羽大缸出师那天点了两碗面 随后含泪吃下了碗里的面 之后的日子 燕丽的生活又回到了当初的样子 他又重新开始接客 一边用身体换取金钱 一边照顾着孩子 但生活对他的刁难并没有结束 因为扫黄打黑 他工作的地方被警察突击查封 慌张逃跑时 燕丽将孩子塞到了路边一个男人手中 等他脱身之后再回来 男人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他心急如焚赶紧四处寻找 却被早已埋伏在原地的便衣警察 抓了个正招 就这样 燕丽还是被带上了警车 车上的他面如死灰满眼绝望 此时一束阳光透过警车的小窗照射进来 恍惚间 他产生了幻觉 他幻想那个暴走孩子的男人是大纲 因为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 只有大纲 才会好好对待他的孩子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暗阳婴儿由王超导演自编自导 也是他的处女作 影片上映于2001年 在国外参加的12个电影节中 所有提名全部获奖 但在海外声明显和的暗阳婴儿 在国内却鲜有人质 电影围绕着下岗工人 妓女和黑社会展开 还原的是一个光怪奴隶 而又无比残酷的底层现实世界 影片的画面粗粒 显得毫无美感 破旧的房子 灰蒙蒙的天空 灰暗嘈杂的街道 让人压抑的黑白色充斥着整部影片 却有着一种近乎纪录片的真实感 大多数时候 导演的镜头更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真实而平静的 记录着这个底层世界里发生的一切 没有指责 亦没有悲靡 对于那个年代之下 连生存都显得无比艰难的人来说 任何道德层面的指责 都显得无力而苍白 艳丽被生活逼到沦为风尘女 靠着出卖身体赚钱 为了生存下去 又很心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起 而大刚收养孩子的初衷 也不过是为了有钱呢 为了多赚钱 他还会故意扎破别人的轮胎 他们看上去都不是多么光彩的人 甚至连他们之间的结合 也完全和爱情无关 然而他们彼此的存在 却成了对方最大的心灵慰藉 是黑暗世界里照进来的唯一一道光 经常有人评论 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大多黑暗压抑 不过是为了拿到国外获奖 因此故意抹黑自己的国家 事实上 真实的世界 远远比电影残酷的多 和假张科导演的大部分作品一样 第六代导演的电影 似乎并不受国内电影人的青睐 大多数情况下也与本土大营物无缘 但这并不妨碍这类影片存在的 一束价值和现实意义 毕竟 真实的东西 需要有人去记录